细数25年 主持曾卓言 高福慧 根据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的估计 在2020年 全港总共有超过10.0943个劏房出租 大约63%劏房住户居住面积少于13平方米 人均居所楼面面积中位数是6.6平方米 劏房月租中位数是4,800元 每平方米月租中位数是417元 劏房住户大约要用月入的三分之一来交租 大学的时候做研究写香港版间房的情况 经压于2000年代 香港的龙屋版间房 还有十几万人居住 然后到前几年 竟然听闻有朋友去经营这些分间房间 不过又和另一位 在土瓜环板间房居住的学生朋友谈过 他说年轻人要得到自己的居住空间 其实板间房是他唯一的选择 板间房、劏房、纳米楼的共通点 就是单位面积小 根据差响物业股价处香港物业报告的分类 住宅单位最小的类别是215方尺以下 香港物业报告2022显示 实用面积少于215平方尺的纳米楼 落成高峰期是2019年 若有982伙 2020年有799伙 2021年进一步跌至558伙 我有时会想 如果我父母一代是生于今天的香港 我是否会失去出生的可能 有几多对年轻的夫妇 可以在没有上一代的资本之下 拥有自己的居所 人育下一代呢 地价高昂 发展商在减不到成本之下 出现了所谓纳米楼的上车盘 有色之士必定能理解 这一样是没有赢家的时代被过 私人楼宇本身 带有储蓄港人财富的资产功能 是不少家庭多于一代人努力的成果 是香港稳定的一大支柱 不过 如果地价 楼宇赤数 落成单位数 公楼开支占比等重要数字 可以达到一个更健康的动态平衡 可以让下一代拥有更好的居住环境 也会令我们的再下一代 拥有一个更健康的出生环境 细数25年 星期一至五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